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一集敲碗就来谈谈现在这个正热的话题奥运 我整理出了三个在这一次巴黎奥运与过去不同让人耳目一新的地方 首先像什么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巴黎奥运每一个场馆在比赛开始之前 都会有一位来宾拿着红色绒布包着的木棍往地上敲三下 原来这个是受到法国戏剧的启发 最早是被用在剧院里以特殊的沉默和专注的时刻 让观众在演出之前做好准备 那之后呢则是变成提醒观众注意演出即将开始的象征性动作 而这个木棍被称为准将 英文是Brigadeer 有召集手下人马的意涵 所以呢被引用到这一届奥运比赛开始之前 也就是告诉大家请注意比赛即将开始 所以敲三下是这一届巴黎奥运里头其中的一个亮点 那再来呢跟过去不同的是 人类在这一届奥运迎来史上首次两性选手各占一半的历史记录 男女选手的人数1比1 这条运动平权之路其实是一项奋斗了128年的成果 怎么说128年呢 我们得先把时间回推到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举办的时候 现代奥运与人称奥运精神的发明者 是人称现代奥运之父的古伯坦 他曾经被运动社会学家哈格瑞夫点名是一个艳女者 因为在1896年的奥运会 女性是不能参加的 当时的选手都是一些上层阶级白人男性 古伯坦还曾经公开主张奥运是为了男性运动员而存在 那至于女性呢 我们被奥运之父分配的任务是替男性运动员鼓掌 以回馈他们在运动场上的精彩表现 嗯现在听起来好像有一点不可思议 那到了第二届现代奥运 1900年在巴黎举行的时候 女性选手才首次被允许参赛 但是那一届997位的运动员中只有22位是女性 占选手人数的2.2% 而在当时开放女性运动员参与的竞赛项目 还被限制只有在网球 帆船锤球 马术和高尔夫这五项 到了1960年代西方社会第二波女性主义的运动浪潮 女性主义者开始争取女人在公司领域身体政治上的权利 对于女性参与运动上的种种限制才逐渐被改善 一直到今年2024巴黎奥运 男女选手人数终于走到各站一半的里程碑 所以也被视为是最为性别平等的一届奥运了 聊到这你会不会好奇 那么今年台湾代表队 我们的选手参赛性别比又是如何 有达到1比1吗 接下来有些关键数字告诉你 今年台湾奥运代表队16个项目中 一共有60位参赛选手 参与女子项目一共是34人 占比达到56% 超越了男子项目的选手人数 而依据中华奥卫官网上的统计 上一届东京奥运代表队选手合计68人 其中35位是女性 比例也超过5成 翻开台湾奥运的征战史 历届赢得正式项目的36面奖牌当中 有21面是由女子选手获得 另外有一面是2020年东京奥运 林云如 郑宜静联手拿下的 桌球男女混双铜牌 此外 台湾首面示范项目金牌 是在1988汉城奥运 由跆拳道女子选手陈一安拿下 第一个正式项目金牌是2004雅典奥运的时候 由跆拳道女子选手陈诗兴夺得 所以将听来从参赛到夺牌 台湾在奥运的赛场上 女性选手无疑撑起了半边天 但要注意的是呢 我们刚才谈到的都是选手的性别 那么在教练的性别比上又是如何呢 数字告诉我们 上一届东京奥运 我国代表团各项运动参赛名单 在教练团成员将近50人的情况之下 只有6位女性教练 那这一次呢 巴黎奥运代表团 一共有39名教练 其中只有5位是女性 她们分别分布在举重 涉及 桌球和高尔夫这些运动项目里 那为什么教练的性别比如此的悬殊呢 这或许也跟取得教练证的源头有关 2023年 亚奥运运动竞赛种类团体核发 A级教练证的数量以及性别统计资料中显示 由各单项协会所发出的456张教练证里 只有126张 大约26%是由女性取得 那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观察 中华奥会的领导决策层级 目前中华奥会主席 副主席以及执行委员组成 一共有25人 其中女性占比不到一成 也就是现在担任执行委员的两位女性 这也显示台湾运动的领导与决策层级当中 属于女性的透明天花板依然存在 其实女性运动领导阶层的培育 在国际上也推动了蛮长的时间 而且改善的情况有限 在1979年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重要妇女法典 也就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英文简称CEDAW CEDAW 这个公约是在1981年生效 所以因此1980年代 国际奥会才首度出现女性委员 参与领导与决策的任务 那到了1994年 国际女性与运动工作小组IWG成立 成为全世界最大致力于促进性别平等 运动体育身体活动平等的社会运动网络 2014年IWG第六届会议 在芬兰赫尔辛基通过了新版的 2014布莱顿纪赫尔辛基女性与运动宣言 而到了这个阶段 全球已经意识到 尽管我们刚刚提到的女性运动参与人数逐年成长 但是在运动场域当中 女性领导与决策的角色确实仍然缺乏 接下来我来举一个摩洛哥田径运动员 摩塔瓦克的说法 她是奥运史上第一位来自非洲穆斯林国家的 女子400公尺跨栏金牌得主 那她在女人将在2024巴黎奥运写下历史一文当中 就宣示了2024巴黎奥运将写下女男运动员比利相等的历史目标 但是她也强调 在运动员参与上的性别平等进程 仍然没有反映在教练的性别组成上 因此摩塔瓦克就呼吁 所有关注奥林匹克运动的人 应该开始注意教练这个角色 因为在过去10年里 只有10%的奥运教练是女性 而且十分难以撼动 乍看运动跟性别平权的推动 好像是两件不相干的事 但实际上却大有关系 现在国际奥会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 性别平等推动组织之一 国际奥会承诺提供支持与资源 让更多女性能够从事高阶运动赛事的教练工作 奥林匹克团结基金也推出了全球女性教练计划 就是要培训来自于50个国家 17项运动的女性教练在精英运动层级占有一席之地 那最后我要谈的是在这届巴黎奥运的第三个亮点了 就是设置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项目 奥运主办法头一回在选手村设置了每天朝九晚九的专人托育服务 而这个托育设施内提供了游戏空间 补胃乳室以及尿布更换的设备 让有孩子的选手可以放心参加比赛 这是过去所没有的 那托育服务呢 刚刚我这么说听起来好像也很平常嘛 但是它的背后呢 其实是代表着过去以男性经验为核心的运动世界里头 长期被忽视的选手运产权益逐渐受到重视 国际奥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爱玛泰尔霍 他就以自己曾经参与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季奥运的时候 身兼选手与幼儿母亲的经验为例强调 怀孕跟母职呢 对于选手来说这是一个自然的人生轨道 不应该成为女性选手事业的终点 奥运选手村的托育中心 可以让选手和他们年幼的孩子共享人生中的重要时刻 也帮助选手专注成就更好的表现 当然这项设施啊 也不是只有给女性选手使用的 在国际奥会的官网中就提到 这是提供给不分性别育有年幼孩子的家长选手们 所以同时也可以视为让男性选手在追求卓越运动表现的同时 不弃手育儿职责的契机 当然了 这次巴黎奥运让人耳目一新的地方还有很多 只是时间有限呢 我只举出三个 所以也欢迎你听完这集单元之后 来信或者是留言告诉我 你的其他观察 这集我分享的内容是刊登在报道者的两篇评论 作者是治理科技大学休闲油气管理系教授江颖 江颖老师 他从运动社会学的视角出发 长期关注运动平权的议题 那其实报道者最近也推出了一系列跟奥运有关的报道 像是紧接着要登场的是帕拉林匹克运动会 身心障碍运动员的运动成就 以及专业角色的评论文 也很值得大家一起关注 我已经把相关的文章连结放在下方资讯来了 方便你点进去看 另外呢 我们在赛况的报道上也没有缺席哦 那因为跟巴黎时差的关系哦 所以身兼运动迷的采访副主任严文体呢 这几天几乎都是半夜紧盯着比赛在写稿 好让我们的读者能够一早起床 划报道者的脸书就知道台湾选手目前的表现 以及未来赛程关注的重点 那文婷他巨细迷的报道呢 被网友赞叹了根本就是文字转播嘛 所以如果你没有时间看电视转播 也可以来追踪我们报道者的社群平台 同时也别忘了给报道一点鼓励哦 报道者我们是一个不收广告 也没有社付费强的非盈利媒体 我们报道与关注社会上的重要议题 也期待大家透过各式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除了捐款之外呢 转发报道或者是这一期节目 都是肯定我们的方式 那现在我们也有YouTube频道了 你可以搜寻报道者Podcast 一样可以收听转发节目的内容 我是宛如 谢谢你听到的最后 下次再聊咯 拜拜